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陳埃樂定 大概是 選出的後果都有點奇怪 因為 是有些一面倒 就是大概九成 民主派就一成多點 是建制派 之所以奇怪的地方 因為選舉的人數比例 其實是 差不多是 5.6對 4.4 其實 不是相距到那麼大 通常就是 6和4比 這跟香港 回歸的時候 建制派和民主派支持率 差不多 其實香港人大概差不多 約 多的時候 六成支持民主派 四成支持建制派 有時 有些 調回民主派 民主派那些 調回建制派那邊 一時時有不同 但現在 建制派較為弱 的時期 不過 在投票的人數 來說 有 多了50萬 張票 是幫建制派 但民主派 多了100萬張票 當然 如果你說民主派 和理非那邊 都是相當多人 但是 暴力的人 相當少 暴力了4個多月 似乎 和理非的人 仍然支持民主派 建制派多了很多人 出來投票 就是因為很多老人家不滿 那些暴力 但是 投票後果仍然 都是建制派輸的 按照計 64比 或者 5.6對 4.4 這樣的 比 為何又是 9比1呢 這個的確有很多 的看法和爭執 所以 在這個 事後 有很多說法 當然 這些都是 有些確定的 例如 一些人手點票出錯 例如深水堡 南昌中 和清衣的盛康 點票後 都是建制派贏的 因為 民主派說贏 就贏了少少 但是有些 如果當時宣佈了 哪邊贏 如果你再要重新點票 就需要有個情請 現在的說法 就是元朗18鄉 中選區 登記選民 是5500多人 但是 公佈的時候 6700多人 就多了 120%的投票率 這個目前 我未查證 真假都是傳聞 這是涉及 何君堯 那一帶 地帶的情況 當然 有很多問題出現 當然有些 說法 就是建制派的議員 在過去兩個月 不斷受滋擾 被人燒 辦公室 林洪友 甚至何君堯被人刺 令到建制派的人 都不敢出來 在街頭拉票 因為 以前建制派強 就是因為 他有 不少地方的民生工作 在街頭拉票 很多 老一輩的 被他幫助過 他都出來 幫他投票 但現在又怕 被人打 被暴力的對待 大家都不敢站出來 當然有些分析 就是這樣說 就是因為建制派 受到 滋擾 而且 他們都希望 保障 移工的安全 停了 街站的 拉票工作 等於知道 無法 跟街坊 好像以前的 正常 接觸 所以 好像在我區 一個早十多年的 建制派議員 都做了很多事 大家都認識他 但忽然被一個 沒有人認識的 民主派 贏了 只是因為他主張 五大訴求 那些 好像單是靠政治 觀點 而不是靠 地方工作來贏 當然有些 現在在網上 有些 觀點 叫那些 激進派的網民 就是 將父母 或長者的身份證 先偷 他叫保管 讓他到時 不能投票 所以 這些說法 當然 現在一直有的 謠言 就是 政府分了兩天 投票 支持民主派 建制派在第二天 叫人第二天 其實是騙人的 當然有很多 這樣的說法 亦有些說法 有些 民主派那邊的 支持者 不斷排隊 等隊很長 令到 老一輩 去到見人多 就不去投票 也有很多說法 當然有些傳言 但始終 選舉 過了 如果有情緒 有些地方改變 也是有些改變 但當 這一次 民主派的 勝利 跟著要來的 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民主派 既然 選了出來 但區議會 不是說話 區議會是要做事的 所以 怎樣可以 叫人出來 做事 是對區 有作用呢 有些提出 新的五大訴求 他就要這些區議員 竟然贏了 第一要停止暴亂 第二要收路 第三要收交通燈 第四要收護欄 第五清理 那些連動牆 我看到有些視頻 都挺有趣的 就是 有幾個 那些 就是 剛剛當選的 區議員和他的 義工走出來 和人握手 笑眉眉的 時期 其實很年輕 很年輕 很年輕 但被 一些人問 真是好 你贏了 你後面那幅牆 那麼多東西 你會不會清除 他竟然不敢回答 又回答不了 因為他不想清除連動牆 如果他文選出來 他要做好那個社區工作 其實香港現在都挺慘的 因為 首先 街邊那些 鐵欄 就是過馬路攔著人 不要亂走 鐵欄全部拆了 拿來 暴動的時候用 去倒路 或者扔去警察那裏 交通燈 弄壞了很多 特別地磚又拆了很多 這些等等 其實 區來講需要有些事情 你組區議員 難道只是 說口號嗎 你都要做事才行 所以現在 那些方面的 要求 比較 開始 建制派支持者 出來 用這些要求 去叫區議員 叫區議員 不只是 日支持 暴亂 應該要改好 處境才行 所以現在 由另一輪的政治 鬥爭方式 又會出現 還有 這班人 很多都沒有做過 社區工作的人 因為 支持一個政治觀 贏出來的人 究竟他怎樣 跟這些 普通市民 建立關係 他不是靠 只是年輕人 投票 贏 還要有 社區工作 做基礎 才行 如果民主派的人 是否能夠 真正幫得到 建造好社區 其實這是對他們的考驗 如果他們做好 就是一件好事 就不只是 說意識形態 而是做實事 其實真正 每個社區 都要真正做實事的人 所以在這些問題上 都應該有 做法 在這個 的 選舉之後 現在大家猜 如果民主派 既然贏了 他們是否 還會有 暴動呢 有兩個說 一個就說 應該 停止暴動 你們都贏了 好點做事 幫助香港 人有得賺錢 不要只靠暴動 令到 大家都沒有一口好吃 和上班 受到阻礙 其實最安全的 就是投票 那天 沒有人暴動 星期日 僅有暴動 那天最安全 就是 再沒有人 又沒有人 燒東西 又沒有人 罵你 不同意見 又不會被人打 那會不會 這種情況 日日如此 回復原本的香港呢 如果你們 既然是造成 當權派 執政者 那些區議員 成為權貴的時候 你不是應該保障安寧 有人就認為 你們造了權貴 就應該 不要再搞事了 另外一個說法 就說 他造了權貴之後 可能還要搞大一點 也不一定 可能 因為他有一個 全盆的計劃 要把香港 來到 轉成 希望的 情況 只要區議會 拿到那麼多的 選舉人選票等等 就算是選特首的時候 他們的 強勢就會增加 立法會選舉 他們又得到 更多的 議席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 整體改變香港 那個 政治生態呢 如果香港的政治 轉成全盤 民主派 民主派控制的時候 會對香港 產生更好的後果 還是不是呢 因為 民主不等於 民生改變 怎樣 民主派 幫民生改變呢 會有些 有理想的民主派 就不是 爭取民主 而是 爭取香港的 更好的 未來發展 以及 香港 無論如何發展 都要跟中國相關 你怎樣可以 跟中國建立一個 可以對話和談的關係 而不是那種 仇恨和敵對的 反共心態呢 這還有很多事 慢慢想下去 民主派 如果真是 能夠拿到 更多的 席位的時候 就應該反而去 處理 怎樣可以 跟中國有一個 對話和協商的方式 是令香港達至更好的 休息一會 回頭再談